現場濃煙密布 旅客手捂著鼻子 滿臉驚恐倉皇逃出飯店 鞋子都來不及穿 光著腳丫穿著浴袍就往外逃 700多名的旅客在10度低溫中 淋著雨站在大馬路上 裹著棉被外套 冷得發抖一臉茫然 警察人員緊急抵達現場 敲碎一樓飯店櫥窗 進入起火位置 附水界準備灌救 搶救受困民眾 我們現在樓上的位置 非常安全 你們樓上位置非常安全 不要跳 事情來得突然 旅客被濃煙嗆傷 受困在房間內 等不及救護人員抵達 自行敲碎窗戶請求支援 到現場之後 其實整個地下室已經有煙 開始冒出 對它也不及遂限 它目前也都整棟出散 目前上面有發現 有人受過 事發現場就位在 備飾知名精華酒店 凌晨3點多的時候 飯店精品地下街 突然竄出濃煙 白煙充滿整個飯店 旅客怒斥 第一時間飯店的反應能力很差 完全沒有聽到警鈴聲 也沒有廣播提醒 還是自己聞到濃煙 才知道發生火警了 沒有任何人通知我們 警鈴完全沒有想 沒有在這麼大的這種 五星級旅館裡面 沒有一個 FIRE LIFE SAFETY的警告通知 是相當悲哀的事情 旅客憤怒 五星級飯店的危機處理能力 有待加強 所幸700多米的旅客 僅有輕微嗆傷 並沒有人送醫 檢調人員也還在現場調查 起火點到底是不是在 精品店倉庫內 只是暗夜的這把大火還真貴 已經把精品燒得精光損失 難以估計 藉台北綜合報導 現在是暗夜的